继续讲解刘瑶 在远古时代 人类对大自然一无所知 天气会变化 日月会运转 人会生老病死 所有这些现象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直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人们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 走去问福西 福西解答不了时 他感到很茫然 因此 福西经常环顾四方 喘目着日月惊天 走转星移 开想着大地寒暑 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 想从中参悟天地自然的奥秘 有一天 福西在菜河里捕鱼 走到一只白龟 他赶快挖了一个大水池子 把白龟养了起来 有一天 福西正在往白池龟里 放食物 有人排来说 菜河里出了怪物 他来到菜河边一看 只见那怪物 说龙不像龙 说马不像马 在水面上走来走去 如履屏蔽 福西走进水边 那怪物竟然来到福西面前 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福西 仔细审视 见那怪物背上长着花纹 一六 一六居下 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 四九居中 六五十居中 福西 履下一解释草梗 在一片大树叶上 照着龙背上的花纹画了下来 他刚画完 龙马大叫一声 腾孔而起 转眼就不见了 大家围着福西就问 这是啥怪物啊 福西说 他像龙又像马 又叫他龙马 我们后来说的龙马精神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龙马 福西拿着那片树叶 咋么上面的花纹 他怎么也解不开其中的奥秘 这天他坐在白龟池边上思考 不停池中哗哗的 有水声作响 定眼一看 白龟从水里游到他的面前 两眼亮晶晶地看着他 接着向他点了三下头 脑袋往肚子里缩 窝得随便不动了 他面对白龟 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来 渐渐地 他发现 白龟背上的花纹中间有五块 周边八块 外围十二块 最外圈二十四块 顿时心里就亮着 补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 就是阴阳而已 于是他就创造了八卦 人们把他奉为天神 尊其为八卦组 再后来 他看到中原一带 世草茂密 开始讲八卦的规律和原理 也和世草的分布 来为人们占卜 这就是今天周一的起源 有了八卦以后 古人在行事前 要占卜 然后把占卜的结果 记录下来 这种记录符号 古人称为瑶 由瑶 组成的图形称为卦 八卦的卦字 它是一个会议字 是从龟 从谱 那龟呢 就是土龟 这开始啊 人们以泥做成土柱的形状 车量日影 土呢 就是彻度的意思 卦 是由古人观察日影工具上的土龟的意义 隐身而来的 是天体测量的工具 目的在于观察日月的运行 离八龟测日影 即从字正 字 语 观察 讲日影 加上记录和总结 这就形成了八卦的图形 八卦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摇 多是记录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 八卦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我们开头讲的故事 就是先天八卦的故事 由福西根据和图洛书 创出了先天八卦 周温王创的是后天八卦 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 先天与后天 是蕴含在和洛八卦的 最基本的信息 在探究和洛八卦在内的联系之前 必须先对此有明确的概念 先天就是阴阳为分 行指为成 后天就是二气交互 品物流行 先天八卦主要体现的是 宇宙万物的生成演化过程 而后天八卦则反映了万事万物 发展演变的规律 宇宙万物的生成演化过程 最后确立了天地定位的阴阳对立 以叙述的方式 让这种自然存在的客观定律 确定下来 而后天八卦所反映的万事万物 发展演变规律 就是五行生科制化的运行规律 后天八卦描述的是 太阳的运行规律 顺序是地出乎镇 其于序 将见乎离 之意乎坤 说言乎对 战乎前 扫乎坎 成言乎更 这句话出自周易车卦 地指的是太阳 太阳 给以万物能量和生命 所以称它为地 它出生在东方 故东方有一阳为镇 以地出乎镇 日照在上午建墙 是空气温暖并流动 故午前为驯风 即齐呼驯 日照在中午最强 故南方为火梨 中午能见度最好 即相见红梨 午后日照虽然渐弱 但地表气温还在上升 故曾其置义乎坤 太阳没入地平线 大地开始转量 阴阳能量 交流转换 故正西方 被顶着一阴的对挂 以说言呼对 太阳虽然没入地平线 其能量 却从天空折射回大地 故称战不勤 太阳能量 全部被大地吸收 故称老虎坎 地球吸收太阳能量后 不断向四周散发热量 直到剩下最后的一次能量 故称 成言呼更 富天八卦 它是以中国为本位确立 按照上南下北 左东右西的自然规律 和人类的习惯 南方金鱼迟道 以离火表示 北方寒冷 以冰水砍卦表示 东方有森林为阵卦 西方有湖泊为对挂 东南有季风为迅卦 西南有高原为坤卦 西北多晴天为浅卦 东北多高山为亘卦 后天八卦图 又称为文王八卦图 后天八卦 说明宇宇宙的变化和运行的法则 主要是用于判断人士的 那么用数字表示 一数砍二数坤 三镇四驯 五居宗宫 六前七队 八更九离 方位呢 是正卦正东 驯卦东南 离卦正南 冲卦西南 对卦正西 前卦西北 砍卦正北 正卦东北 我们就把后天八卦的人丁定位 作为主位 把先天八卦的人丁定位 作为次位 六谣中判断人士的吉凶 按后天八卦 各卦包含的内容断卦 就足够了